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看一看 今天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北虎的方位 北虎 北虎方位 那么北虎 在我们这个红莹嫁娶 尤其是结婚的时候呢 要注意 那么北虎上它主要角的是方位 北虎角的是方位 也就是说 我们在红莹嫁娶的过程中 在车辆 过去呢 就是骑驴 或者是走路 凡山越岭 那么现在呢 一般都是有小车轿车 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北虎的方位 叫做北虎来路 要防止呢 北虎来路 北虎 北虎 那么北虎来路 这是一个凶 你想一想 我们在呼应嫁娶这个车辆形式的过程中 前方出现了虎 就是说 这是一个不急的象征 需要呢 避开 需要避开 那么北虎来路呢 一般的化解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 红花 红色的花 红的 红花 因此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车辆的结婚的时候呢 车的头上 都会放一些红布 或者呢 带一些红花 这个新娘新郎 带一些红花 那么它主要的目击 主要的作用 就是为呢 防止北虎来路 北虎来路 北虎来路 那么 红花 红花呢 它的颜色是红 对吧 颜色是红的 那么红呢 就是火 火 那么 北虎 它是白色的 对吧 那么 它是白色 那么它的五星属性是金 那么 我们用这个红花去克呢 就是 实际上呢 就是 火克精 火克精 用这个红花呢 红花去克呢 北虎 那么我们看一下 关于这个北虎的方位 方位 方位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这个方位 我们在前面说的这个八卦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 主要讲的是后天八卦 先天为体 后天为佑 中 那么这个是 凯 空 正 胸 这是中 然后这里是前 对 离 前对梗 前对梗 离 我们讲的这个后天八卦的方位 讲的是 凯一公 库二公 正三公 匈四公 总五公 前六公 对七公 各八公 离九公 那么这个宫位呢 要和我们这个方位 方位呢 要对起来 那么这个坎呢 就是北方 那么离就是南方 南方离 然后前呢 是西北方 西北 西北方 空呢 是西南方 你先把方位搞清楚 西南方 那么更呢 是东北方 东北方 东南方 东南 东南方 然后正呢 是正东方 对 就是正西方 西方 那么中间呢 属于中公 中五公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大萨 北虎 或者是北虎的方位 那么北虎的方位呢 怎么样去找 那么我们说 埃教主的日子 去天干去找的话 我们知道 那么天干呢 只有十个 就是甲乙比兵 物极更新人鬼 十天干 那么任何一天 他都 都会组成这个 甲乙比兵物极更新 人鬼 这十天 那我们看一下 北虎的方位 在什么地方 那么在清代的四国呢 那清代的远期 就有了这个 北虎方位的说法 说法 你看书上呢 就这么简单的 非常简短的 两号字 他怎么说呢 说 世人都会说阴阳 就是说 这么四亿人呢 他都会说 有这个阴阳五行 世人都会说阴阳 日游北虎在哪乡 日游 就是说这个 北虎呢 在什么方位 日游北虎在哪乡 现在呢 现在呢 就是在什么方面 什么方面 世人都会说阴阳 日游北虎在哪乡 然后下面呢 就讲 甲在凶命 甲 如果是甲 那么就在凶命 对吧 这个呢是甲 甲 甲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说如果是 如果是甲子日 甲午日 甲银日 甲戌日 甲戌日 甲生日 那么 或者是甲成日 那么如果是这六日 六个日子 对吧 那么如果是这六个日子 如果你结婚的 这一天呢 是这个甲子日 甲午日 甲银日 甲戌日 甲戌日 或者是甲生日 甲成日 那么北虎呢 就在东南方 就在东南方位 他就在这个地方游荡 那么你取清这个 选择的路线的时候呢 你最好呢 就是避开 这个东南方位 或者 在你的天表头上 要佩戴红花 衣露红花景色 防止北虎来路 意思是说 甲在胸位 那么甲呢 甲在胸位 当然 一个月只有三十天 他不可能呢 有这么多 但是呢 也有可能呢 最多有三个 或者是甲子日 甲午日 甲生日 可能有三个甲日 因为呢 天干是十个天干 对吧 十天干 我们一月呢 我们一月呢 三十天 差不多呢 就要楼个三次 按照那一楼 去楼的话呢 就能楼到那三次 意思是说 甲在胸内 以中宫 那么如果是以日 那就在中宫 以日 以日呢 就是 以友 以私 以仇 以害 以毛 以味 所以 如果是这六个日子 如果是这六个日子 这六个日子 如果你的结婚日子 是这六个日子的话呢 那么 北湖 就在中宫 甲在胸位 以在中 中宫呢 就是你 接户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指你接户你家里过世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家里接户 就是指你家里 那么北湖呢 就在你家里 家中 就是 甲在胸命 以在中 以中宫 就在中宫呢 就是指你过世的方位 在你家里 由此你看 我们现在呢 过这个 红四 结婚呢 主要是结婚 那么家里面呢 就是 有很多呢 都是以红色的为主 那么他防备的 就是这个 中宫 甲在胸命 以中宫 丙南 丁正 如果是丙日 那就在南方 南呢 如果是丙日 那就在南 正南方 那么丙日呢 丙日 就是丙子日 丙武日 丙银日 丙生日 丙城日 如果是丙日 如果是丙日 那么 北湖呢 就在正南方 就在你结婚的 你家的正南方 正南方呢 北湖在那里游荡 一次呢 要避开 最后避开 甲在胸命以中宫 丙南 丁正 如果是丙日 那就在正方 在正 就在正东方 在东方 丁正日 对吧 那么丁日呢 那比如说有个 比如说呢 丁日呢就是 丁有日 对吧 丁四日 丁土日 丁亥日 丁某日 丁未日 丁至六个日子 那么一个月呢 可能就有三个 有可能就是 丁忧 丁四 丁土 或者是 丁亥丁某丁未 那么它最多呢 也就能出现三个 这个就是说 甲在胸命以中宫 对吧 丙南丁正 那么丙呢在南方 南呢就是胸 南呢就是离 在离发 丁呢在正 正呢就是正东方 正呢属于东方 这是北湖 悟西方 如果是悟日 那就在西方 西方呢 西方经 那么悟 那么就是悟子日 悟五日 悟迎日 或者是悟生日 悟成日 对吧 两个四六个 就是这六个日子 云五序嘛 对吧 悟迎日 悟五日 悟虚日 悟生日 悟成日 悟子日 这六个日子 这六个日子里面的三个 这个呢指的是结婚的日子 结婚的日子 结婚日 也就是指你下轿 过去呢只能下马 过去呢我们叫做是下马日 对吧 哪一天呢 这个新娘下马了 下马呢过去都是骑马骑驴 那么现在呢 就是下轿日 就是下轿车 下轿的日子 啊 这个是假在胸方 啊 以中公 啊 秉来 丁正 啊 悟西方 悟呢就是在西方 啊 在对公啊 指的正西方 啊 我们再看下一句 啊 下一句是 人鬼坎上 啊 人鬼在坎 啊 就是说 人 人日 鬼日 啊 那么 北湖呢 就在正北方 那么人日 啊 人日呢就是 人阴日 人武日 啊 人虚日 人子日 人生日 人成日 啊 这六个日子里面的三个 啊 如果是你的结婚日啊 就是下轿日 那么 北湖呢 就在正北方 啊 正北方 凯卫啊 同理 那么如果你是在这个鬼日 是吧 鬼日 啊 那就是鬼私日 啊 鬼友日 鬼丑日 啊 鬼害日 鬼卯日 鬼卯日 或者这个鬼卫日 啊 那么这个北湖呢 也在这个方位 啊 也在这个方位 啊 就在北方 正北方 啊 正北方 啊 啊 啊 哦 人也在中 啊 呢 人鬼在北 啊 人鬼呢 在北 啊 那北方呢 就属于凯公啊 啊 人鬼凯上 在凯上呢 然后呢 耿在空 那么耿呢 就在空位 耿呢 就在西南方 西南方 那么耿呢 耿 那耿呢 耿日结婚 比如说 耿子日 耿生日 耿成日 对吧 耿嬴日 耿武日 耿虚日 那么他的北湖呢 就在西南方 在你监洪之地的西南方 以你监洪的这个位置 为中宫 然后呢 去看他的方位 看他的方位 东南西北 东北东南 西北西南 也就是我们说的 后天八卦的宫位 人会坎上耿空位 耿呢 就在空位 西南方 兴日前上 那么兴日呢 就在前 兴日前上 对吧 那么这个兴日 就指的是 兴四日 兴有日 兴丑日 兴有丑 然后是 兴太日 兴卯日 兴畏日 那么就是 这六个日子 这六个日子 结婚的话 那么 北湖 就在西北方 在游荡 北湖呢 就在西北方 意思说呢 人贵 凯上 在凯 人贵 人贵 凯上 人日 鬼日呢 在凯 对吧 那么 耿空 耿呢 在空方 星日前上 星日 这就是呢 他在前的方位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 集耿发 如果是几日 那就在耿发 几日 那么几日呢 就是 几次 对吧 几次日 集有日 集处日 以及呢 几日 集毛日 几日 这六个日子 这六个日子 结婚呢 北湖 就在 北方 也就是说 在你结婚的 东北方 东北方的 这条路 你最后不要走 如果你实在是 逼不开 那你就要给 车上 防有 红花 红花 用这个火 去克经 因为呢 北湖 它属于呢 北色的 北色的属于经 那么红 属于火 火去克经 就这意思 这个呢 就是我们 结婚的时候呢 防止 这个北湖来路 北湖呢 北湖来路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你结婚的时候 北湖在什么方位 你只有知道 北湖在什么方位 你最后呢 去避开 趋吉 弟兄 把这个修呢 避开 如果 只有一条路 实在没有办法避开 必须呢 要佩戴 红花 防止 北湖 佩戴 红花 这个呢 就我们说的 这个 北湖 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呢 要记 要记呢 这个北湖 这个就是记 是记 好 需要什么问题 需要什么问题 这个呢 就是我们 交代的 什么是北湖来路 主要呢 用于 红莹 红莹家举 那么这本书呢 内容有很多 我们在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 我们会这个抽空 抽空呢 把这本书的内容呢 给大家呢 分享 分享 因为这个书呢 已经非常的古老 属于清代的载期 非常的古老 所以呢 现在呢 市面上 抽这样的白本 基本上不多 好 不多罗嗦 再见 好 今天上午 我们讲了这个 呼应家举的北湖 讲了北湖方 就是说北湖的方位 那么其中 我们讲到 其中我们讲到这个 北湖呢 是我们在 呼应家举 在车辆 车辆 行事的过程中呢 我们必须要 避开的 如果你没办法避开 一定呢 要一路呢 佩戴红花 用火 去客经 北湖是白色的 火是红色的 又 北色的是经 红色的是火 又火去客经 这叫 北湖的方位 在驾驶的时候 用的 那么 这一节看呢 我们再讲一下 在清朝 也就是在 这个清代的末年 就开始流行的 那 婚姻 嫁娶过程中 要注意的 一些日子 我们这节看呢 我们再继续接着讲一下 因为我们前面讲这个 罗牌的小姐 地利五军 讲的呢 比较乏味一些 我们再加一些这个 民间的 婚姻 嫁娶过程中的 一些 祭日 那么 今天看呢 我们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 网王日 也叫 网王 祭日 我们在去年时候 讲过 那么 网王日 网是去网 这个网 是死亡 网王日呢 就是去网 死亡的日子 是一个凶日 是一个忌日 我们看一下 那么 这个网王日呢 它是按照 一年的这个月份 按照的月份去推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每一年的月份 那就是 真月就是赢月 二月就是某月 三月就是成月 四月为四 五月为五 六月见病 那么七月见生 八月见有 九月见血 对吧 那么十月见害 十月见子 那么十月呢 见仇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命理上 或者说的是 农历 每年的农历的 一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这个是按照 捷区风 捷区风的 我们讲的是 农历 那么这个呢 就从 立冲开始 我们 小学时候 学过那个口诀 农雨 也就是说 立冲 到雨水 那么二月 那么二月呢 经纸 从经纸开始算 到呢 冲锋 那么 三月 从立夏开始 冲雨 井冲 清古天 夏满 那么就是立夏 到小满 夏满 毛夏 那么四月呢 就从毛中开始 这个呢 我们在二十一八年呢 就做过了详细的介绍 比如说 正月 立冲 雨水 到了出风 到雨水 那么 马王室呢 在清代 清代的百年 就留下来的这个日子呢 他是这样的 正月 赢 那么这个 马王室呢 正月的赢日 赢月 见赢 正月的赢日 那么七月是有日 七月 是有日 正迎 七月有 三生 九成坟 三月是生 那么九月呢 是成 九月的成日 四亥 十居未 四月是亥 十月呢 居未 就是未养的未 四亥十居未 二四 八子中 二月呢 再四 八月呢 再子 八子中 某五 某五 须十一 那么某月 某呢 某五 五月 某五呢 就是五月 须 在十一月 某五 须十一 某五 然后是六五 六月呢 在五 然后是 那月呢 在愁 那在愁工 六五 那愁工 其实呢 这个那月呢 愁愿 就在愁 那我们看一下 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看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在上面写的是 写的是 真银七月有 真银 真银是银月 他的口诀 真银七月有 也就是说 真银是银 七月是有 那么这个银 指的是银日 有呢 指的是有日 三生九成坟 三生 我给大家写出来 三生 生月 三生九成坟 三生九成 九成坟 三生九成坟 四亥十居位 四月四亥 四亥十居位 也就是说 十月呢 四位 二四八子中 二月在四 八月呢 在子中 八月子 二四八子中 某五续十一 某呢 某在五月 续十一 续在十一月 某五续十一 六五那丑公 六月呢 在五 那月呢 在丑公 这个呢 就是清代末年 在清代末期 留下来的 这个口诀 清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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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的 这个口诀 只有什么问题 ZGX ZGX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 指的是日 就是这个口诀 真月赢 我们看 真赢 真赢 七月油 真月是赢 那么七月 再油 三生九成坟 三月再生 九月呢 再成 三生九成坟 四害十具位 四月呢 再害 十月呢 就具位 二四八子中 二月呢 再四 八月呢 是子 八子中 某五续十一 某呢 在这个五月 某五 然后呢 某五续十一 这个续呢 再 十一 这个续 某五续十一 指的是十一月 十一月 这下来就是 六五那丑公 那么六月呢 是五 那月呢 就在丑 丑公 我们看看这个日子 是什么意思 那么第一个是 真赢 那么真赢呢 就是赢日 那么真赢的赢日呢 那就是假赢日 是吧 假赢日 柄赢日 物赢日 与赢日 还有一个就是 仁赢日 那么 如果说 你在这个真赢结婚 那真赢呢 你要避开 假赢日 丙赢日 物赢日 耿赢日 和这个 仁赢日 假兵 乌耿仁 真赢呢 要避开 不开以后 再呢 娃娃日 那么如果是 二月 某月呢 你要记这个四日 记这个四 那么四日呢 就是 以四 丁四 己四 兴四 还有北四 那么如果是 二月 结婚呢 你要记这个 四日 以丁己前鬼 包括呢 以四日 顶四日 己四日 星四日 和这个鬼四日 那么如果是 三月 要记的是 生日 生 那么就是 假生 假生 丙生 物生 耿生 人生日 四个 亥日 那么亥呢 就是 以亥 醒亥 顶亥 鬼亥 对吧 还有个私亥 己亥 还有个己亥 对吧 那就是 亥日 那么五月呢 要记的是 卯日 那么卯日呢 就是 以卯日 丁卯日 星卯日 鬼卯日 要记这个 以卯 丁卯 吉卯 星卯 鬼卯 要记这个 卯日 那么六月 如果是农业的六月份呢 要记这个 五日 包括呢 甲五日 丙五日 物五日 耿五日 或者人五日 要记这五日子 那么七月呢 是友日 那就是 一有日 丁有日 吉有日 星有日 鬼有日 八月 子日 甲子日 丙子日 物子日 耿子日 仁子日 九月呢 是成日 要记成日 那就是甲成日 丙成日 物成日 耿成日 还有就是人成日 那么十月 要记位日 乙位日 顶位日 己位日 星位日 鬼位日 这要记 那么在这个十月 要记这个序日 那序呢 就是甲序日 丙序日 物序日 耿序日 还有人序日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丑月 十月呢 要记丑日 包括呢 仪丑日 丁丑日 吉丑日 星丑日 鬼丑日 这个呢就是 往往日 绝对不可以用 往往 就是趋望 就是趋望 趋望 往往就是趋望 趋望死亡 趋望死亡的日子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用 一定要注意 那么口诀呢 在清朝 清朝的末年流传下来的 对吧 征营 七月游 征营是游 七月游 三生九成风 四亥十居未 那么四月的亥 十月呢是未 那么二四八子中 二月呢是四日 八月呢是子日 某五续十一 要注意这 某五 续十一 某呢是五月 续呢是十一月 都过来的 然后是六五 六五纳丑公 那么六月 就是五日 纳月呢 就是丑日 实际上纳月呢 也就是丑月的丑日 赢月的赢日 某月的四日 成月的生日 四月的某日 四月的亥日 五月的某日 未月的五日 生月的有日 有月的子日 去月的成日 还有这个亥月的未日 以及呢 子月的旭日 丑月的丑日 这个呢就是 往往日 大家呢 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你跟别人择日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择到这个 往往日 千万呢 不要给择日呢 择到这个往往日里面 这个往往日呢 是一个非常凶的日子 是去往 死亡的日子 所以说呢 择日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清楚 千万呢 别给人家择这样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在古代 在这个清朝的末年呢 那么还有 一些什么样的日子 第二个呢 就是月记 月记日 那就是 在清朝的四处呢 它是这样记的 除五十四二十三 那么除五十四二十三 年年月月在人间 书上呢 只有这么四句话 月记日 除五十四二十三 年年月月在人间 除五犯者夹长死 除五犯者死后呢 不利夹长 十四犯者并牵连 如果你放在十四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急兵连连 又生病 并牵连 行山落水 遭官妃 遭呢 官妃口舌之士 节应犯者二十三 那就是二十三犯的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月记日 月记 其实都是除五十四十四二十三 那么每月的除五十四二十三 都不可以用 除五十四二十三 年年月月在人间 除五犯者夹长死 不利夹长 这个主要是不利夹长 除五犯者夹长死 十四犯者并牵连 十四呢 主要呢 就是疾病 并牵连 多病 行山落水 遭官妃 官妃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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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山落水 遭官妃 节应犯者二十三 是因为你犯了二十三 比如说这个 行山落水 就是说你在这个大海里面呢 行山 谱于由于呢 去翻把 由于呢 翻水 落水 就是说这个翻垂 翻垂 这个呢 也要记 也要记 就月记日 那么这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四费 四费 做费的费 四费日 这个呢 四费日呢 是一个北市记 就是说任何事呢 都是一个凶 北四季 或者说呢 北四季 什么事都可以干 北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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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清朝百年时候呢 它写的是一个正 正的四非日 正的四非日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四非日是怎么说的 初季 它奉了一年四季 它这个四非日 按照季度 季度 按照季度来录的 那么我们说 一年的冲季 冲季 冲季呢 是营茂城 营茂城 营茂城三个月 那么夏季 营茂城 夏季呢 是四五位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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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茂城四五位 生有序 生有序的三个 那么冬季 最后一个就是冬季 营茂城四五位 营茂城四五位 生有序 害之仇 这是按照季节 按照这个 季度联络的 四非日 那么干什么事都不成功 废 就是把这废掉 你干什么都干不成功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要记 叫北四纪 不管你干什么都要记 冲夏秋冬 按照四纪来说的 我们看一下 在清朝的末年 他们是怎么用的 冲季 那么冲季呢 冲季我们知道 它是墓 那么冲季呢 记得是 耿生于星有 耿生日 还有星有 星有日 那么凡是冲季 在营茂城这三个月 营茂城这三个月呢 你干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诱到 耿生日和这个星有日 耿生日和星有日 那么这是三个季度 三个月 三个月 九十天 那么一个月是 我们这个天干呢 是十个 那么大概呢 就有这么九次的机会 对吧 那么一个梗有几次 九次 星呢 有九次 大概呢 就有十八个 十八个这样子就是 十八个 或者十七个 也或者十九个 也就是十七八个左右 那么如果在冲季 营茂城这三个月 特别是 特别是耿生日 或者是星有日 你什么都不要看 红莹假取 对吧 安门改造 对吧 打墙动土 对吧 或者是你这个 呃 修房 对吧 什么都不能动 包括呢 安葬 都不可以 都是四 就是四费 你干什么都是费的 冲季耿生日 星有日 那么到了夏季 夏季呢 是人子日 人武日 夏季呢 是人子 人武 人子 夏季是人子鬼害 夏季呢 是人子日 以及呢 鬼害日 人子鬼害 你看这个 耿生星有 人子鬼害 那么夏季是火旺 这是水旺的日子 夏季是火旺 是吧 那么又水的日子 水的日子 那么因此呢 在四月 五月 六月 是吧 四月见四 五月见五 六月见尾 也就是说 在这个夏季 这个九十天的时间里面呢 人子日 或这个鬼害日 千万不要用 用呢 你干什么呢 都不成功 都不成功 那我们再看秋季 秋季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假一日 假银一毛 那么秋季呢 是假银 假银日 一毛日 那么秋季呢 指的是生有序 也就是说 七月见生 八月见有 九月见序 在这个秋季的九十天 在这个秋季的这九十天 在这个秋季的这九十天 择任的时候呢 一定 那就是经旺 经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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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呢 木的日子 经来科目 要防上 经来科目 经来科目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冬季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那么冬季呢 水旺 水旺呢 就要记火的日子 要记火的日子 那就是丙五 丁四日 丙五 丙五日 丁四日 这两个日子呢 也是连着的 也是连着的 那么就说 在这个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这三月 也就是冬季的时候呢 择任 一定要避开 丙五日 丙五 丁四 一定要避开 丙五 丁四 这两个日子呢 要避开 这两个日子呢 要避得开 那么遇到呢 这样的日子 全部呢 就是四费 你干什么都不成功 你如果出去跟人家谈事情 谈合同 也不成功 因为本身呢 这个日子 就是 北四季 北四兄 干什么事呢 都不成功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四费 四费日 下面呢 还有什么 天地隔 季日 披麻 待孝 这些日子呢 我们会在以后呢 我们慢慢的 还有天狗 天狗 祭日 还有十多大败 等等呢 我们在以后呢 我们会 找一些时间 给大家分享出来 这个呢 至于解义上面呢 讲的对与错 这都是我按照这个书的 按照这个古书的原文呢 去给大家讲解 那么在下一节课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周堂 周堂图 那么择这个择机的时候呢 用周堂 其中呢 包括 红莹 价取的周堂 还包括这个 北虎的周堂 安门 改造的周堂 还有这个 安床的周堂 等等 有许多 我们在下节课呢 我们正要 把这本古书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再 讲一节课 这个 清白期的 这个择日 在清白期的 择日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呢 主要是讲的 婚姻嫁取 婚姻嫁取里面的择日 那么 经节课呢 我们看一下 温姑禁忌 温姑禁忌 那么温姑禁忌 温就指的是 空空 那么 温姑呢 指的是婆婆 我们要注意 温是公公 也就是说 这个 新娘子的公公 和这个 新娘子的婆婆 这个姑 指的是婆婆 不是姑姑 不是姑姑 那么温 指的是姑姑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 温姑禁忌 我们在2018年呢 已经做过了详细的介绍 我们 如果 你没有什么影响 你可以开开2018年 上传的那个视频 那么温姑禁忌呢 从古到京 就讲的是 六阳年 也就是说阳年 记 阴年 不记 那么什么是阳年 阴年 阳年 阴年 阴年 那我们说呢 属相 总共有12个 有12个属相 子丑营 某城寺五位 身有虚黑 其中呢 六个是阴 六个是阳 那么只有这个阳年 即 温姑禁忌有 那么六阳年呢 不记 也就是说 在六阳年里边呢 没有温姑禁忌 你在这个 婚姻嫁成的时候呢 就不用考虑 那么阳年呢 子 仇 营 某 成 四 五 贵 生 温 虚 亩 那么上面这六个呢 是阳年 子营成 五生虚 子营成 五生虚 是呢 是六阳年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记 温姑禁忌 如果在这六个年代里面 接红 一定要查 师傅呢 范公公 范婆婆 如果是在这个 这六个年里边 那就是不记 比如说丑年 某年 私年 未年 幼年 狠年 也就是说呢 在牛年 在兔年 十二年 羊年 鸡年 猪年 这六年呢 你就不用去查 比如说我们今年 今年二零一八年呢 是几亥 二零一八年呢 是几亥 那么你今年结婚的时候呢 不管是什么人结婚 都呢 不贩 温姑禁忌 不贩公姑 也不贩婆婆 那么明年 今年是几亥 对吧 那么明年呢 那就是子年 鼠年 那么鼠年的时候呢 就要记 就要记这个 温姑 那我们看一下 在清朝末年 那么流传下来的 是怎么样的 温姑禁忌 那么其中的温 是指的姑姑 也叫天刚 也叫天刚 那么姑 是婆婆 也叫何魁 也叫何魁 天刚与何魁 这些呢 属于基础的 基本的常识 天刚何魁 温姑禁忌 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说是 只有六阳年 子营成五身旭 有这个温姑禁忌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在子年 子年 营年 成年 五年 也就是马年 生年 续年 子营成五身旭 就是指的这个 六的六个羊年 鼠年 虎年 这是鼠年 虎年 卢年 马年 猴年 狗年 这是鼠年 鼠年 这个是虎年 这个成 就指的是 六年 鼠 指的是马年 生 指的是猴年 虎 就指的是狗年 狗年 那么在这六年里面 结婚 一定要查 是不是 犯公佛 是不是犯公佛 那么在 今天末年 流传下来的 或现在的呢 基本上是一样 基本上是一样 我们看看 那么 子年 翁明 祭 子年 翁 也就是说 公公 还有这个 姑 婆婆 那么 子年 翁明 即子武 那么子武呢 就是 鼠马 即子武 那么子年的 姑 就是婆婆 即 毛油 那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在 鼠年 结婚 凡是 结婚的 年份 结婚的年 都指的是 结婚年 年份 结婚年 也就是说 如果 在鼠年 结婚 那么 姑姑呢 就 就记 鼠鼠的 鼠马的 叫鼠马 也就是子武 那么 婆婆呢 记的是 毛油 就是说 鼠兔的 和 鼠鸡的 一个是 子武 就是 鼠马的 或鼠鼠的 毛油 就是 鼠兔的 和 这个 鼠鸡的 那么 还是 结婚 在 虎年 结婚 在虎年 结婚呢 那么 翁记 就说 姑姑呢 记 估计 那么 凡是在 云年 结婚的 也就是说 虎年 结婚的 那么 公公呢 就记 丑位 也就是 牛羊 公公呢 记的是 丑位 也就是说 凡是在 虎年 结婚 那么 公公呢 属相呢 记的是 属牛的 和这个 属牙的 那么 婆婆呢 记的是 程序 也就是说 属龙的 或属狗的 那么 就犯了 温古 经济 犯了温古 经济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 成年 就是 龙年 那么 龙年 温记 龙年 就是 公公 温记 人生 属虎的 属猴的 那么 姑记 婆婆呢 记 属蛇的 属猪的 凡是在 龙年 结婚 龙年 结婚 公公呢 就记 属虎的 属猴的 那么 婆婆呢 就记 属蛇的 属猪的 属蛇的 属猪的 那么 再看下一个是 五年 那么 五年结婚呢 温记 那么 这五年 结婚 温命记 毛游 毛游 就是 属兔的 属记的 那么 姑记 子午 也就是 属鼠的 属马的 属鼠的 属马的 凡是在 五年结婚 也就是说 马年结婚的时候呢 姑姑 犯的是 属 属兔的 属鸡的 那么 那么 婆婆呢 犯的是 属鼠的 属马的 属马的 或属鼠的 我们再看这个猴年 那么生年 翁令 记 轮狗 翁记 龙狗 就是 承煦 对吧 猴年结婚 姑姑呢 记得是 龙狗 那么 婆婆呢 记得是 姑姬 那就是 褚味 牛羊 记得是 属牛的 或属羊的 那我们再看 最后一个 去年 温记 去年 温记 四黑 就是属猪的 和属蛇的 那么 姑记 婆婆呢 记 嬴生 就是属虎的 或属虎的 属虎的 或属虎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六羊年 子云成 五生旭 那么这个 年呢 指的是 结婚的年 结婚的年 那么 这边的生肖 指的是 公公 他的属相 以及呢 婆婆 他的属相 属相 属相 这个呢 就是 我们说的 温故 经济 也就是 天刚 和睿 天刚 和睿 今天呢 大家呢 在2018年 我们就做过介绍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内容 下一个内容 那么下一个内容呢 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那么下一个人呢 我们讲的是 女命大力乐 出嫁 也就是说出嫁的时候呢 大力乐 大力乐 那就是大吉大力 北无经济的意思 那么在 2018年 我们也做过了 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看一下 在清远期 也就是说 清代的远期 它是怎么用的 鸡兔真七月 就是说 激活兔 鸡兔真月 七月 真七月 这话我们 现在用的是 一样的 我们是 真七应鸡兔 我们现在的歌中呢 就是 真七 有鸡兔 那么在清代性呢 它说 鸡兔真七月 鸡兔呢 真月 七月 是大力月 二八虎猴童 二八 二八月 二八虎猴童 虎 虎 虎猴童 那我们现在的歌诀呢 真七应鸡兔 二八虎和猴 二八月呢 虎猴猴 二八虎和猴 是一样的 一样的 真七应鸡兔 二八虎和猴 现在呢 就是这口诀 过去的是 鸡兔真七月 二八虎猴童 虎和猴相同的 也就是说 属鸡兔 属兔的 真月七月 那么二八呢 二月和八月 属虎的 和属猴的 属猴的 三九蛇鱼猪 三九 三月九月 蛇鱼猪 三九蛇鱼猪 那我们现在的口诀呢 叫三九蛇鱼猪 三九 蛇鱼猪 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四十龙和狗 四十 四月十月 四十狗和龙 狗和龙 这个话我们现在的口诀都是一样的 然后牛羊五十一 牛羊 牛羊 五月 五月十一月 就牛羊五十一 牛羊五十一 六腊子五中 六腊腊月 六腊腊月 子五中 这个就是 活婴嫁取的 女命的大利月 也就是说 如果是属鸡的 或者是属兔的 大利月呢 就要选择 真月 或者是七月 如果呢 大利月 不能外乎 我们还可以选择 小利月 那么大利月呢 是最好的 就是大吉大利 北无经济之一 那么小利月呢 我们在后面再介绍 这个呢 前面指的是 生肖 属下 前面呢 指的是属下 后面呢 指的是月份 起月份结荒 指的是月份 月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女命学家的大利月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 那么在清买期呢 也有这个 上下轿车的方位 上下轿车的方位 上下轿方位 上轿 下轿的方位 也就是说 小娘子 你从什么地方呢 哪一个方位上车 从哪一个方位下车 当然 这个轿和我们现在的轿车 还是有区别 过去的是 抬着轿车 内队的 那么上下轿方位 实际上呢 就是一 背对本命 本命 背对 背向本命 什么字 背向呢 本命呢 我们看一下 迎卯成 如果你的这个 属下是迎卯成 也就是说 属虎的 属兔的 属龙的 迎卯成 女 是女的 指的是 新娘的 上下轿方位 一向西 那么迎卯成呢 我们就到 我们把这个 放在这个 放在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迎卯成呢 指的是东方木 迎卯成 东方木 这是东方 四五位 南方火 生有序 西方精 太子 北方水 这个呢 是方位 我们说的方位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呢 上下轿的方位 应该是 迎卯成女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属 属虎的 属兔的 属龙的 那么你上轿 或者是下轿 那么方位呢 应该向西 这是东 对吧 应该向西 面向西 迎卯成女 面向西 那么 如果你是属蛇的 属马的 属羊的 那就是 四五位 四五位女 面向北 面向北 背对 本命 那么你面向这个 是不是背对本命 背对本命 那么如果是 生有序 就是属虎的 属鸡的 属狗的 那是西方精 那你就 面向东方 面向东 背对本命 那么如果是 害子丑 就是属猪的 属鼠的 属牛的 那么一个呢 面向南 向南 南方火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上下教的 方位 上下教的 方位 那么 这个书里面呢 有很多的内容 有很多内容呢 我们在 接下去 接下去的 世界里面 我们慢慢的 一一给大家 注意介绍 好 这节后就做出离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